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没事 兄弟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这不是在工地干了一年了吗 欠了我八万的工资 发送都要过年了 一分钱都没有给我们发 你这馒头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没有钱了吗 一块钱两个 买两个馒头吃 你一顿就吃两个馒头啊 能吃一天 一天 两个馒头 这不是没钱了吗 那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还有十五块钱 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样吧 我这儿更好有点吃的 你拿着吃吧 老板 这怎么能行呢 这个我不能要 拿着吧兄弟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谢谢 谢谢 李经理 李经理 我可等到你了 李经理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我都跟你说了 我没钱没钱 赶紧走走走 李经理 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我上有老 下有小 都等着我养活呢 你无路可走 关我什么事 赶紧走啊 别逼我叫马儿轰你 你有什么权力轰他走啊 这兄弟辛辛苦苦 给你干了一年 你凭什么不给人家放工资 你谁啊 关你什么事 别找事啊 赶紧滚 这兄弟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 你这样做 还有人性吗 你算什么东西 敢跟我这么说话 你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再不走啊 小心我 废了你 废了我 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武秘书 通知侯经理查一下集团下坡的公生款 到底进了谁的口袋 如果有人打改贪污腐败 一定严惩不淡 好的石总 我现在就去 石总 你 您就是石总啊 哼 不然呢 石总 石总 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 有眼无珠 您那就杀了我这次吧 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打拼 就是为了多挣点钱 你连他们的工资都敢苛扣 像你这种吸血鬼 就等着被法律制裁吧 兄弟 走 去我办公室 我帮你处理 兄弟 这张卡里有十万块钱 你拿着 至于李经理的不作所为 我一定会严惩 那太感谢你了老板 但是 你这个卡里 整整多了两万呀 这多出的钱 我不能要 拿着吧兄弟 多余的钱 就当作为补偿了 明年 我继续换用你们回来 赶紧回家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